公子 公子 来吃块肉吧 公子 你 给我唱个小曲 也要我心里闷得慌 给我节节闷 好 来 来 来 街坊 为夫妻 安爱良 安不易 欢愉 在今夕 也满尽 一凉 良 是 啊 啊什么 你们唱成什么乱七八糟的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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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滚 滚 大公子 大公主 大公子 来啦 恩爱良不宜 恩爱良不宜 公主 大公子来了 好 来 坐 公主请 公主 昨晚我和汴姬谈了很久很久 没想到他会不辞而别了 我是你弟弟的妻子 你怎么可以必可不谈你兄弟呢 我现在才明白 公主对一案来说 只是水中月 镜中花 是一种象征 一种荣誉 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啊 你很聪明 一直很愚笨 我不明白 皇帝的女儿 也有如此深切的苦痛 真是难以想象啊 你能想象得出我心中的最爱吗 我心 一直不敢想象 是我三哥 吴王 那么便积呢 便积是我的魂 是这样 我以为我也喜欢你的 你以为 是的 在进房府之前 我甚至隐隐约约的希望 我嫁到房府 是嫁给你 是吗 公主 是的 你不是我三哥 吴王客的好朋友吗 吴王临行前 官照过我 让我照顾你 我爱我三哥 胜过爱我自己 爱人者 及其屋上之屋也 所以我也就爱了你 爱屋即屋 我只是 吴王房上的乌鸦 可吴王是我的亲哥哥 吴王很看重 与公主的兄妹之情 仅此而已 不可逾越不能逾越 岂敢爱之 为我父母 为人之多言 三哥是唱着江仲子 悲伤地离开长安的 吴王的志向高远 吴王一定会重新回来的 可是那个时候 高阳是否还在房府 是否还在长安 是否还在人间呢 公主 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呢 我只是探我的命运不济 我不能够爱我三哥 也无缘嫁给你 那么还有谁能够救我呢 后来我发现 贬姬竟然与我同命相连 贬姬也不可能 公主 公主心中 只有那个贬姬和尚 那个可怜的和尚 那个无情无义的和尚 那个聪明的发呆的和尚 这我知道 我和贬姬谈了很久 谈了很多 我知道公主和贬姬的命运有相同之处 可公主的心和佛心 永远无缘相同 永远无缘 是 永远 贬姬对福的志向 和吴王对帝王的志向 一样坚定 坚如磐石 即使那样 我也不会放弃 公主一定要找到她 公主啊 贬姬是很危险的 她的净土寺隐身十七年 骨子里都透着佛心 不可能和公主 有极大欢喜圆满的结局啊 如果她要重返红尘 必会招来杀身之祸 那个时候 公主恐怕 恐怕也救不了她 而且还会连累 而且还会牵连到你们房家 公主 家父年轻的时候 和你父皇是义气相投 身受陛下的重视 不仅官职宰相 而且和皇上还结为儿女亲家 房家的荣耀 不仅为世人所羡慕 也为世人所嫉妒啊 房府即便有一点点的差错 也会被人揪住不放 甚至罪及家父 玄武门之变以前 你父亲就是我父皇的幕僚 如果真的有报应 那一定是我 真有那一天 依旨一定站在公主的一面 你好让我感动 我要是嫁给你都好 依旨此生无此造化 但愿但愿来世吧 莫等嫌虚度 一世人参万劫不复 万劫不复 不抓住今生 永无来世 我 李直 带我走吧 去哪儿 去哪儿都成 离开房家 离开长安 我们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 我们去找吴王 他不是你好朋友吗 而且他在行前嘱咐你好好照顾我 可见到吴王怎么说 如果我们去了 他会听我的 我说什么他信什么 你带我走就行了 别那么多问 那 那我算什么呢 你救我楚苦海 我就是你的 这 这是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不不不 不可能 你不相信我 我 带我走 带我走吧 现在 现在 就现在 可你知道你是公主吗 我还是大唐宰相的儿媳 是 是 这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呢 你还怕了 一旦天机泄露 你将死无葬身之处 你们房家也会名誉扫地 不 医职死不足惜 只是连累了家父和兄弟一爱 实在不该 他们是无辜的 我也是无辜的 这我理解 我理解公主的主情 可是 房医职 你是不是男人 谁让你是公主 我弟弟的妻子呢 医职 房医职 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我再问你一遍 带我走吗 哪怕去死 医职不畏死 只是这样的死 不值得吗 不 一直可以 自己去死 不能与公主同死 倘若连累了房家一族 罪莫大宴 我就是一个扫把星 落在谁头上 谁就要遭殃了 公主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出去吧 就当我说的话 都是风话罪话 公主 公主 我要你出去 公主 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哪怕是一点点小事 不过你愿意 你就去死吧 我父皇才是真正的男人 我感谢我的父皇那样的给了我生命 一定是一次疯狂的狂风暴雨般的欢爱 然后我就诞生了 感谢父皇 感谢父皇给了我生命 你们 你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感谢我的父皇 给了你们一个繁荣富庶的大堂 珍惜大堂吧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吧 感谢父皇 感谢父皇 陛下 臣前在乾州 诺了 皇上 向有司下达的改善臣前的衣食肃力 是否收回 爸 是 以国公之礼 安葬城前 以前此下达的肃力 一并合肃送往 是 好 陛下 你失去父亲 朕失去儿子 我们两个人 谁更悲伤起来 当然是父亲送我儿子更加悲伤 吴父亲 是我儿子更悲伤起来 你父亲生前 管就何止啊 回陛下 历州都督 朕 追奉他为礼部尚属 谢陛下 师父 师父 你一个人在这里 干了这么一大堵草丸呢 我要住在这里 你一个人要住在大山里 想做一名隐医之事 对 这里可没有文明立养 只有豺狼火爆 师父 你忍得住寂寞 经得住风险 忍得住 经得起 没有高远的志向和节操 那是做不到的 公主吩咐的事情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 边基是否已经在去印度的路上 申请出关的僧人本来就不多 而且没有一个人拿到过出关通牒的 就连玄奘大法师他也是偷渡出关的 就没有一个人拿到西行的通牒 没有 一个也没有 他会不会像他师父一样 偷偷地出了关呢 朝廷对出行的僧人限制很严 而且西行的路上要经过无数的棺塞要经 没有出关通牒是根本过不去的 更何况独自一人偷偷西行 这谈何容易 那那你怎么去找到他呢 笨人自有笨方法嘛 公主请放心 我已经派出自己的家丁和亲信四处打探寻觅 如果一旦有消息 我会立刻禀报公主的 义安 下次我进宫一定向皇上给你要个官 你喜欢什么官 你喜欢什么官 公主 这 急不可施 事不再来 不要错失良机啊 我 我觉得幼伟将军对我比较合适 行 就这么定了 真的 不相信我吗 不 公主的话我怎么能不信呢 静奴 公主 叫人把东西送到公子房间去 是公主 公主 公主这是何意啊 这是公主赏的 公主说了 事成之后 另有重赏 公主 公主 云上 公主 也是 我当然坏了 我不是为公主 我是为我自己 公主能这样想就对了 公主这么信任我 她就不怕我杀了变姬 她就不怕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变姬吗 公子 我抽了她的金扒了她的皮 你如果真的这样想 就闯了大祸了 不杀变姬不得安省 杀了变姬一了百了 公子 你不能这样想 更不能这样做 你想啊 公主给了你银子 又许了愿 要进宫去让皇上为你请官 你如果被这公主杀了变姬 对你有什么好处 再说 咱们公主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禁奴 我方压也是个男人 只要你为公主找到变姬 还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呢 啊 我会找到变姬的 我就是上天入地 也要找到变姬 爷爷 爷爷 你怎么才回来呀 等爷爷 等着急了 太阳都落山了 你急死人了 爷爷累了吧 好嘞 好嘞 谢谢 można 好 好 好 我 喝 我 你们 每个月 都 明天爺爺要到山里帮一个人盖草庵 可能要晚点回来了 在山里盖草吗 什么人要住到山里去 这个和尚 和尚 和尚不在庙里住 跑到山里住草啊干什么 山里清净了 爷爷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 是个很有学问的和尚 爷爷怎么看得出 有学问还是没学问呢 他带了好多范围的经书到山里读 那都很难懂的 他叫什么 他的法号也很特别 叫什么 变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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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나�ие 一家这儿 有类似这个 9钟 1 3 2 2 逆 6 7 2 10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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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吃吧 阿弥陀佛 这张大竹床 满舒服的 这是什么字呀 是外国字 叫梵的 这书里说的是什么呀 四圣地八正道 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 五蕴六世十八戒 四禅八定 涅槃 好玩吗 发喜不羡 你读了这么多书 天下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吧 不敢 我问你 人是从什么生出来的 从粮食中生出来的 粮食又是怎么生出来的 从土壤 水分 温度 空气中生出来的 土壤 水分 温度 空气 又是怎么生出来的 从空而生 空又是从什么生出来的 从本无自性的因缘而生 本无自性的因缘 又从何而生 从不借助于任何造作力量的自然状态中而生 不借助于任何造作力量的自然状态 从何而生 从不生不灭而生 不生不灭又是怎么来的 从有情佛性而言 就是本无生死 从无情法性而言 就是不生不灭 你达到不生不灭了吗 没有 这孩子 怎么打破杀过问到底呢 剑姬 我问到底了吗 学问是无底的 你尽管问好了 我尽管问 你就尽管学 要不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问倒的 说的是 别打乱了 咱们走了 回家 我和爷爷会常来看你的 可弥陀佛 走 嗯 爷爷 嗯 你说便机一个人住在草岸里 谁给他做饭呀 手を逢不住 那我曹 你不要再来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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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那里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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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你 你怕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主 请坐 昨天的斋饭是您送来的 是我孙女 阿米头 这经书哪儿都可以读 你为什么偏偏到大山里来读 山里清静 没有纷扰 在这里读书是一种享受 这里虎狼经常冲没 不但不安静 而且还不安全 云云众生 和睦相处 不仅相安无事 而且其乐融融 我也希望事件像你说的这么美好 可是虎狼要吃人 人要吃斋饭 如果你的草庵 离我近一点 或者你干脆住在我家 这样不仅方便 而且其乐更融融 不 这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这不仅凭空给您添了麻烦 而且我也从此失去了经济 我看得出 你读了不少书 心地清高 你宁愿与虎狼为伍 也不愿与我们爷孙两个为伴 看来 你是在嫌弃我们 不不 老师就想到哪儿去了 如果不嫌弃我们 那么现在就跟我出山回家 我孙女傅游 已经为你烧好了沐浴的香汤 准备好了饭菜 等你回去呢 施主的好意 我心领了 便机今生与城市无缘 我知道你会这样拒绝我的 可是为了我孙女 我还是到这儿来想跟你说说 如果你不愿意 那我也绝不勉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傅游他爹 在他不满周岁的时候 从军战死了 前不久 他娘也去世了 傅游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心地善良 子达他知道你独自一人住的离山 他就天天惦记着你 傅游并不知道我到这儿来跟你说这些话 傅游对你好 傅游 以后他会各三叉五 给你送斋饭来 你就可以从前一样对待他 全当是对三宝的虔诚和供养就是了 你踏实在这儿读书 傅游 我们不会打扰你休息 不知驸马都尉大人驾到 为己愿赢 请恕罪 恕见 你知道跑得了河上跑不了庙吗 恕见知道 编辑去哪儿了 驸马都尉大人的教诲 评僧同步感化 教诲 本驸马教诲你 我教诲你什么 我何曾教诲于你 驸马都尉大人告诫 评僧 祸从口出 你记性倒不从 不过现在是本驸马都尉在问你 懂吗 阿弥陀佛 驸马都尉大人 请扶尔过来 真的 阿弥陀佛 近山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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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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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和尚 要碗水喝 施主请自便 好 把水喝 继续 沙律 日文 缓制 很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来 到父皇这儿来 我是想给父皇一个惊喜 你是说到了 父皇既惊又喜呀 父皇身体好吗 老了 我看到你啊 更觉得自己老了 父皇是觉得我老了 才觉得自己也老了 这什么话呀 这个年轻说什么老不老的 静瞎说 父皇呢 房医埃呢 皇上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父皇 我是特意来为房医埃要关的 房医埃不敢要关不敢 房医埃说又为将军正适合他 年轻说的 年轻人都还谦虚实在 年轻人都还谦虚实在 还就按你说的办吧 谢皇上 你先下去吧 父皇 三哥什么时候回来 你三哥啊 已经不在义州了 他去哪儿了 他正带领大军 征讨高沟历 不日即将班师还朝 那时候都用制主 为三哥莫属 高兴吗 他要是战败了呢 战亡了呢 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生败乃兵家常事 为什么不能说 生死有命 为什么怕说呢 高兴 你最喜欢你三哥了 难道你还不懂他吗 我知道三哥的报复 也知道三哥只有通过走这条路 才可以实现他的报复 可我还是怕 父皇 置封墓与戎马半生 不是也是毫发无伤吗 老阳 给你们三哥祝福吧 我会为我的三哥祝福的 这就对了 等他回来啊 咱们给他摆清无业 有件事啊 本不想告诉你 什么事父皇 大哥成前 在刘芳帝迁中 没了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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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月与春 爱有多远 就在今天 爱有多远 就在身边 爱有多远 就在你我之间 爱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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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你我之间 爱有多远 就在你我之间 爱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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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有多远